大家好 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 一線之差 談談港股成本 今天港股早段相當英俊 曾經上過26,000點水平 升幅曾經超過300點 不過其後升幅慢慢收窄 幸好最後全日仍然保住日升 升72點 收25,893點 成交多一點 有832億 今天市做好 港交所其中一隻股份有貢獻 看到升2.3% 突破下降軌 加上中資金融股普遍有進漲 其中一隻公行有1.4%進漲 成為市 今天能夠上升72點的重要動力來源 整個市的形勢 整個市今天能夠升 都算是交貨 因為昨晚美股已經回吐 下跌 加上上週末都有社會運動持續 令市面都比較緊張 本來大家覺得整個氣氛比較差 但今天仍然有升 究竟後市怎樣看呢 從兩方面看 從經濟面看 仍然差一點 可以從以下方面說 首先 上週五出爐的美國經濟數據 都表現普普通通 雖然失業率3.5% 仍然是比較低 顯示當地的勞動市場仍然OK 但非同業的職位增長只有13萬個 多一些 13.6萬個 其實比市場預期的訊息 顯示當地的勞動市場雖然失業率好 但職位又不是增加了很多 普普通通 加上市場人士對未來的前景看法 顯示美國經濟未來也有些不明朗的隧道 因為根據美國全國經濟協會做的經濟學家調查顯示 有八成人預期美國經濟將會下行 而且下行得來還會跌低2% 這個數字是2016年以來最厲害的 最多人覺得經濟會出現下行風險 這是不多碰檔 這是美國經濟的整個情況 加上全球製造業仍然收縮 最新的9月份的全球製造業指數 已經去到48.7 低於50榮夫分界線的水平 低於50已經收縮 其實今年連續兩個月低於50 而且9月份的數字比8月份還要低於0.6% 換言之 收縮的程度進一步加劇 顯示全球製造業認真是一般 自從經濟面 無論是美國 即是全球一哥 以至全世界製造業出來的數據 都不見得是靚 是弱的 經濟面 只不過在這樣的情況下 消息面未至於太差 首先不好消息 大家當好消息炒 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提到美國經濟的數據 慢慢地 大家預期聯儲局在今個月底會減息 減25點指 估計達到8成 接近估計會減25點指 這個是比較大的數字 顯示大家都減息預期 都比較大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關於中國的情況 中國情況 大家預期中國可能會做些事 去推動經濟增長 因為四中全會就離開了 大家估計 市場時預期在四中全會之後 可能會再措施出來 刺激經濟提振經濟增長 令到全年能夠補到6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剛才提到 中資金融股今天向好 其中的原因是大家憧憬 將來中國可能會再有一輪新的提振經濟措施 看到公行以至其他平保都有進漲 這也是向好的情況 加上美國又說中國 中美之間亦有些情況出現 接下來 10月10日中美會展開貿易談判 新一輪 雖然現在市場人士對達成整體協議的期望不高 沒有太多人預期會一次過經濟措施 但越來越多人提及會否有可能出現小協議 所以小協議就是部分達成臨時 或者部分條款可以談得到 會否有這樣的情況 之前美國白宮方面透露風聲 不排除會達成小協議 加上最近美國和日本亦達成小協議 即美談判 未全面談得成 但部分談成了就先簽了 令大家對這方面的憧憬增加了 所以小協議的憧憬對消息面來說 都算是向好的 加上除了宏觀形勢 有些消息利好之餘 例如個別股份也有利好消息推動 股價向上 拉動整個市場向好 說的第一個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今天上升2.3% 剛才也提及過 突破下降軌 原因就是港交所已經宣布 不再試圖收購倫敦交易所 不再試圖收購 之前大家對這個收購的提案 反應是負面的 對港交所未必是一個好事 現在說不玩了 反而大家覺得很棒 不玩就對港交所有利 所以港交所今天明顯上升5元 曾經高位更加不止 升得更加多 現在也有5元進帳 2.3%跑 升幅來說 在恆子成運股都算不錯 當然石藥更加強勁 但港交所也不錯 這是第一種國際股份 有利好消息推動 與此同時 匯豐也有表現 雖然升幅 不及得上剛才說的 無論是中資金融股 以至港交所 但也進帳0.3% 原因就是 匯豐方面傳出消息 計劃全球大炒油 涉及的人都頗恐怖 一萬人是固原總數計算數 市場人士是4% 挺大事 不過大炒油對部分市場人士來說 對匯豐來說是好消息 覺得這樣炒油後 有助折省成本 以至有利重組 重組後有助改善收入 總之對看法或說法 持正面意見 有利回風向好成為市 都是稍稍上升的功勢 所以剛才提及 經濟面不是太碰到 但消息面也好 一口一口互相拉斜 又如何 回到點題的四個字 一線之差 究竟後市 向好或向差 是一線之差 這條線是甚麼線 就是50天線 今天見到幾個重要指數 上政、國企、恆生指數 都是在50天線裏面 是有些關聯的 和走勢 先講上政 今天重上50天線 上星期之前 黃金洲之前 跌穿了 黃金洲服市 假期之後服市 今天重上 收2913 顯示走勢 比較好 如果繼續守在50天線 有利上升指數向好 以至對港股的利好作用 至於 國企指數 亦都是曾經升穿50天線 不過最終守不回 不能夠收住 顯示50天線有阻力 50天線能不能夠再次上破 這是關鍵所在 反之恆生指數 就差一點 繼續受制50天線 沿著50天線 最近幾次試穿50天線 都不能夠衝破 後市的關鍵是 這個水平 非常關鍵 能夠穿到 可能擺脫近排的弱勢 否則 很有可能 反覆向下在市的低位 第一個當然是2550點 25500點 大家留意這個位 以及50天線 究竟哪方面率先突破 大家金正火眼就老實了 時間關係 今次分析大致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